大家好,我是晒蘑菇的小姑娘 朱教授,请我今天给大家讲讲蘑菇和维生素D的故事 我会分上下两期,跟大家彻底讲清楚 如何在家用蘑菇生成大量维生素D的方法 以及如何正确服用 烹饪和保存蘑菇生成的维生素D 先来讲讲维生素D 维生素D是我们抵抗病毒的好朋友 特别是对付新冠病毒更是有用 据研究,维生素D能显著降低新冠病人的死亡率 而缺乏维生素D则会增加各种癌症和老年趋呆等疾病的发生率 还可能导致抑郁、疲劳和失眠等 怪不得我们常年不见太阳的瑞典总是有那么多人抑郁 大胡子医生的预防和治疗方案中 推荐用量是每天每人5000到1万国际单位 想请大家可以看我以前的257期以及297天然抗病毒的节目 以及四维健康频道关于维生素D和K2对抗新冠病毒的节目 那么接下来就是今天的主题了 如何用蘑菇再加DIY维生素D呢? 答案是很简单的 晒 不过晒之前要注意 只有紫外线中的UVB才能产生维生素D UVA和UVC可都不行 或很少生成维生素D 首先 如果你住在阳光充足的地方 那么恭喜你 你可以直接拿蘑菇到外面晒太阳 正午的直射阳光最好 紫外线最强烈 只需晒上半小时即可 但是 如果您像我一样生活在瑞典这样少阳光 多雨雪的天气 那就得在家自己买一盏UVB的灯了 小心千万不要像朱教授一样 上当买到UVA或UVC的灯 最好是买一个UVB的测试卡 就知道自己买到的灯是真是假了 光的问题解决了 那么我们怎么晒蘑菇呢? 这还有什么讲究吗? 讲究超大的 首先是挑选合适的蘑菇 晒蘑菇生成维生素D的原理 是蘑菇当中含有丰富的麦角固醇 但不同种类的蘑菇含量有所差别 最好的当然是野生蘑菇 比如我们瑞典的黄油鸡葱菌 养殖的杏鲍菇和香菇也非常不错 常见的口膜或扭扣菇也还可以 据说啊 金针菇是不行的 麦角固醇含量太少了 第二点 选择新鲜的蘑菇还是蘑菇干呢? 大多数研究认为新鲜蘑菇最好 但是也有研究发现 超低温冷冻干燥的蘑菇干 会产生更多维生素D 可能是干燥后蘑菇干内产生更多空隙 增加了表面积 紫外线穿透更强导致的 然而在家庭条件下 我认为还是新鲜蘑菇最好 而蘑菇干 甚至蘑菇粉也可以照射紫外线 而产生维生素D 因为只要麦角固存在就可以产生维生素D 第三点 晒蘑菇的姿势 如果是香菇 大蘑菇等这种菌盖张开 菌折大面积暴露在外的蘑菇 可以直接翻过来 让菌折接受紫外线照射 这时紫外线利用率很高 当然 最好的方法是切片 因为切片后 蘑菇的被照射面积大大增加 产生维生素D的效率更高 据这篇德赫兰医科大学的论文的研究 切片蘑菇的维生素D含量 是不切片蘑菇的4倍以上 当然 因为它们实验用的是最常见的白蘑菇 纽扣菇这种本身就没有菌折暴露在外 那肯定要切片的 第四点 晒多久合适呢 晒紫外线生成维生素D 这个反应是相当迅速的 大概三分钟内就已经产生大量维生素D了 但是至于晒多久合适 很多研究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有的说是18分钟 有的说是30分钟 有的说是90分钟 总之是不需要太多时间的 这是个好消息 至少我们的紫外线灯 可以节省一些使用寿命了 另外 还有研究发现 照射时间过久并不是好事 因为维生素D会发生光降解 照射时间太久 反而会减少维生素D 所以 是可而止哦 上集怎样用蘑菇 DIY维生素D 就跟大家介绍到这里 制作视频不易 请您点赞 分享 收藏哦 下集 我将向您介绍 晒好的蘑菇 从营养学的角度怎么吃 吃多少 吃不完怎么办 欢迎您的收看